大家好,我是翠花 为了找到SAMM大叔 我转校到他所在的学校 可是,没想到 我们奇妙地转入了一场神秘世界 老师还追着我疯狂提问 难道,这也是入学测验? 这里就学校的保安室了 没想到,还挺大的嘛 是谁? 可恶,这门怎么打不开了 是谁刚刚把门锁了 算了,去监控中心看看 诶,前面有人? 是保安姐姐吗? 拿手骨室里面的河醉场 是班主任 拿手骨室里面的河醉场 还,还和 回答错误 快跑啊 这个是超强的 哼,竟然让你逃走了 这起跳之事 难道,班主任变成蜘蛛侠了 这应该就是监控室了吧 喂,有人在吗 有,快过来 啊,你是 我是谁不重要 你是不是想离开这里 对啊,你是要怎么离开 对,但是你要去商业间给我买一包薯片 我就告诉你 可是门关了,我也说不去了 没事,三楼有钥匙 那好吧 对了,骨室里面哪条河最长 这里是二楼,那三楼 哪首骨室里面河最长 我知道,疑似银河落九天 回答正确 啊,回答正确还干嘛打我 啊,不好意思,手滑了 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继续听听 数学课时长多少 一解课45分钟 回答错误 啊,被发现了 快上楼 一解课不就是45分钟吗 有厕所 啊,为什么进不去啊 这里是男厕所 啊,你怎么又来了 数学课时长多少 难道国内和国外上课时间不一样吗 先躲起来 数学课时间有多少 完了,到底是啥呀 难道,我已经课你这样的差 不对啊 没事,就感觉数学课上课的特点酒 到底是啥原因呢 看来不在这里 从算走了 诶,旁边好像有东西 一张纸条 又要是放在孙贼旁边了 他最近老在健身房晃悠 嗯,应该就在那里了吧 话说 数学课到底有多长时间啊 又谁知道嘛